有一位幼稚園家长在德卡拉德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困扰 他提到 孩子班级的LINE拳组原本是用来让老师分享孩子的活动照片和传达重要讯息的 然而 有一位妈妈经常在拳组中上传她丈夫跳舞的影片 并且还会标注所有家长观看 这种行为让他感到十分烦恼 他忍不住心声 拜托别把幼儿园的班权当成个人秀场 大家其实不那么想看你老公跳舞 这位家长提到 这种情况从2022年开始 至今依然持续 他的儿子班级群组原本只是老师用来分享孩子在学校活动的照片 或者传达重要讯息的地方 然而 某些家长却把这个群组当成了自己的聊天平台 其中一位妈妈 因为丈夫是舞蹈老师 所以经常把丈夫跳舞的影片分享在群组里 甚至还会标注所有家长来观看 其他几位家长也不甘示弱 会在群组中互相附和 有的甚至还开玩笑地询问是否能报名学跳舞 这位家长还贴出了群组截图 显示一位妈妈在群组中发送影片时 留言说 爱到下雨天来点欢乐吧 其他几位家长则纷纷回应 台风天最适合跳舞 这个气场真的不同反响 有说学生的计划吗 原P.O.表示 这样的情况让他感到十分烦躁 他曾多次想出面请这些家长不要再把群组当成个人聊天场所 但又担心这样做 可能会影响孩子在班上的人际关系 最终他选择了忍耐 他说 虽然很想开口说 但怕影响孩子的交友 所以还是决定忍耐 等到孩子毕业后再退群 许多网友看完这篇文章后 都表示感同身受汗支持 有人说 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烦了 通知响起 一看却是这种观景要的东西 真的让人火大 还有网友建议他可以直接在群组里表达意见 可以直接在群组中说出你的想法 这样他们可能就会停止了 大家对这种讯息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